朝九晚十坐到人都散 吞聲引氣為了糧餐 找個雞碎那麼多 還說要監 要監 我老闆是個女人 咬人不是人敢扮 打公仔講起到傷心 唯有人 我忍 我沒有人 記住吃我會做 凡事都懂得看著面 吃有錢好 熬到老闆看起我開始 吃什麼等於我們更 越攀越高 好…我們先來吃個麵 剛才那攤子你吃了兩口 一定很餓 我們吃完的麵還有貓屎咖啡 別提貓屎了 陳永仁正是神台貓屎 提起他我頂到傷心口,懂得 就行了 其實只是一個普通的英文名字 你什麼時候聽過他有英文名字 還要選過這樣的英文名字 Frankie speaking 是呀,你找Kendy嗎?不是找Frankie 那你打錯了 我叫Frankie,是Frankie 再見 好了…你不要再刺激他了 你再這樣下去,我怕他會失痛 你就後悔莫及 我做過什麼? 潘姐,你受了什麼刺激? 全世界有千千萬萬的英文名字 為什麼你都要叫Frankie? 因為我覺得Frankie這個名字很疼我 Frankie Chan,Frankie Chan,很順口 好巧合就真 你不如叫Jackie Chan,Jackie Chan,Jackie Chan 媽,這間屋不可以再出現第二個Jackie Jackie仔 都是Frankie好 Frankie…真是越叫越順了 我現在給你兩條路走 你叫陳永仁,你可以留下 如果你叫Frankie,你會出現 你又說讓我找到,我跪止才走 你抽我的後腳真壞 你不要叫阿仁,叫賤人 也不錯,那你又叫我賤人Frankie 其實兩位不用說這麼盡 你聽著,我明天早上起來 我不想再見到你這個賤人Frankie 說你了,我幫不了你,明天自動消失 你真是不知死 你沒聽到媽媽昨晚說什麼嗎? 叫你自己消失 不怕,昆姐還沒起床? 還沒起床? 對不起,直到找到屋子為止 房租,我給我 我做很容易的 但我老爹還是會做Queen姐好 什麼? 那我來 你千萬不要吵死媽媽 要不然你就… 我從來沒見過她睡得這麼倒楣 昨晚這棍仔不停地讓Frankie 還要讓我賤人Frankie 十幾年來的院子 得到這個宣洩的心舒服了 當然睡得好 原來你特地叫自己Frankie 你自己賤人 你幹什麼? Frankie,賤人 Frankie,賤人Frankie 你這個賤人描發結實行得 對了,接著來我們要進行Plan B Plan A已經弄得她想斬你那樣 Plan B會不會激到有血? Plan B是要令Queen姐難分析 優點,告辭她們甜蜜的回憶 幸好趕一次不用遲 最聰明是你 遲半個小時起床也趕一次上班 Queen姐,早安 早安 你好 蘇生回來了? Queen姐真是Queen姐 看到那份手信就知道蘇生回來了 當然了,蘇生每次旅行回來 都會在機場買些手信給大家 沒有一次例外 厲害,機場包裝你也認得 看看我那份 不覺得有 收花,請問哪位美女是Queen姐? 我呀,怎麼樣? 收我信給你 看看多少錢 好… 摘花太陸也不便宜 送花的甜蜜很寬 不知道誰送給Queen姐的呢? 還用問,當然是宋先生 你們收到的禮物就是禮牌 送給我這份當然跟你們不同 不是追求者送的,行來幹什麼? 好 不如這樣買吧 好 好 早安,大家早安 早安… 每個人都有手信 沒理由我沒有吧 怎麼會呢?音樂 是你的 謝謝你 蘇生,你真是有眼光了,謝謝你 這麼快謝謝我? 那份禮物還在我那裡 那摘花… Queen,又買花給自己嗎? Queen姐,你買花送給自己 是這樣的,偶爾扮客 買花送給自己 讓你們這些秘書羨慕 是有鞭策作用的 Queen,正確 Queen姐真是用心良心 我們應該多多向她學習 雜花不是我自己送給自己的 有張卡的,我們看看誰送就知道 手援你的人,即是誰? 音樂,是不是你玩神秘送給Queen 不是我 是嗎? Queen,會不會是你的舊同學 怕什麼也對 她的舊同學都入了老人院 很昂貴 沒什麼事還不送阿花給舊同學 可能白撞了,我幫你扔掉她 叫我簽收,知道是認識我的 這樣扔掉就很浪費 Queen姐這麼老,有人欣賞她也不奇怪 說追Queen姐的我也相信 那我想也不是真的想追求我 不過如果她真的欣賞我的工作表現 也不奇怪 守護你的人,你是誰? 她的花很漂亮,很漂亮 好漂亮 翁翁,今天心情挺漂亮 當然了,難得昨晚睡得這麼好 今天又收了一束這麼漂亮的花 給你了,你的心情也漂亮 怎麼了? Queen姐,音樂 賤人Frankie 上班了? 是呀 工作證你什麼時候換的? 知道沒有必要的更換 等於浪費公司資源 製造地球垃圾 你是不是想還製造地球數 你才開心? 不是呀,因為想從東做外國客人 用英文名字可以方便他們 解釋得很好,很合理 我今天心情很漂亮 不想被賤人破壞 回想被賤人破壞 初吻說的話不可能 初吻說什麼? 他說有人想追我 所以送花給我 當然有人天天在這個商場 見到我,日久生情 又壓不住內心的衝動 所以藉著送花 來對我表達她的傾慕 那也不是沒可能的吧? 真是鬼馬,是誰呢? 會不會是他呢? 還是他?看起來每個人都像 娟姐,你在哪兒出呢? 超過我,比我們更快 我有秘密通道嘛 別管他了,走那邊 雜花一看就值一千元 這堆東西加上一部遊戲機了 阿鳳,你有對象 就一定要帶人給大哥看看 舅舅,你別玩了,媽媽 他連誰送都不知道怎麼帶給你看 是你,只是花而已 不代表我一定要接受他 看看他有沒有誠意吧 好… 到了你現在的年紀 還說什麼誠意?連慢戰隊 不過你有著落,我也替你開心 大嫂,我想除了大哥之外 你也沒接受過任何男人送的花吧 我收不收花有多閒?我擔心你 聽說有人追求你,我整個人都鬆了 媽,你何時開始擔心姑姑? 我年紀比你爸爸和你姑姑 我怕以後他們再老一點 我不只要扶你爸爸去醫院 我還要扶他 現在有人追求他 你說我怎會不鬆口氣? 是吧… 媽,以前爸爸追求你時 好像經常都送花給你吧? 好,不用說了,他就是知道我喜歡花 經常送花給我哄我開心 是呀… 大嫂,很多事你不願意這麼多 其實我也有送花 我就是煮的,每天都請吃豆腐花 是呀…吃得我就像裝豆腐花的桶一樣 哪一桶? 老爸,何知豆腐花? 他每天都送西蘭花、野菜花、九菜花 給媽媽這麼像的 臭小子 大嫂,你這麼願意收花 不如叫大哥去花虛買幾塊便宜的花 送給你吧 我真不願意,我不懂自己不買 花應該是別人送才會輕輕的 這樣就這樣了 以後我每個星期都送一束花給你 讓你感受一下收到花的喜悅 媽媽…淡花湯到滾水滾水 恩怨鹿死你了,我去打垃圾 我去打垃圾,我去打垃圾 看來真的,這雙花真的很漂亮 對,我去打垃圾的東西 好,你要不要奔垂大擠 還好, 剛才她說了爸爸的浪漫事 沒再叫她做那個壞人 所以就說Queen姐已經不再老朋友了 以後我沒贊助的開開心情生活 真是太好了 好就是好 但是十指令的先者不是說者就說者 不算你的廣東話是什麼意思 我聽不懂嗎? 隨便吧, 總之我的意思是 我們兩個不可以心急 因為你媽媽的性格是要慢慢騰的 好, 那我就再多送一些書花給她 我相信有一天會打動鬼 知道嗎? 原來的花是你送的 舅母, 別告訴媽媽 是呀, 舅母, 我吐中了 神經病, 等等 舅母 開花了, 先喝湯吧 姑姑, 先喝湯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的守護神是誰了 你知道? 你怎麼知道? 飛騎, 你怎麼上來的? 舅母, 我有點心事 很想找你 慢著, 你舅母說 知道誰是我的守護神 你讓他再說吧 我何知知道, 我還見過 原來你這段是亡年戀 亡年戀? 那個男人很老嗎? 老的是你 那個男人是年輕人 還很男人, 很大 他還真是男人, 你們看那邊 小姐, 去哪裡看? 明天都沒東西看 你們幹什麼? 他們都瘋了, 那個守護神就是他 你? 雜花是你送的? 是, 是他送的 他打算謝謝你收留他 不過我看你誤會了一個守護神送的 我看你誤會得這麼開心 我就讓你誤下去吧 不是吧, 是音樂的話不想你再撒Frank 你那些廣東話說得這麼差 就不要再說了, 說得錯了 一家人不應該說謊 是, 沒錯 花是我和Frankie送給你的 我只想讓你想起 以前跟Frankie開心的事情 你想一下, 現在你是不是沒敢撒Frankie 賤人Frankie 我有哪兒得罪你? 你敢來壞我? 罵我吧… 罵多點Frankie 你的心臟也瘋壞了很多 是呀, 媽, 你先別這麼勞氣 其實我們還是想你開心點, 沒樂意 我是想讓你像昨天晚上罵完我之後 可以一覺奮鬥聽歌 我們快點去買遊戲吧 顧姐, 原來你可以這麼開放 智能Frankie… 阿智, 媽 怎麼笑 待會兒回去, 我也不知道怎麼哄媽媽 一家人床頭打架, 床尾和 她不會老這麼久了 你到底知道什麼叫床頭打架, 床尾和嗎 你待會回去還不是亂說嗎 什麼殺了你都知道 這件事不是我的物, 為什麼… 菀姐, 你做不做我的東西都撐出來 你以為我還會收來你嗎 不是 媽, 其實我知道我很生氣 但Frankie在香港沒人沒物, 你叫她… 你還叫她做Frankie? 你現在很想念Frankie嗎? 好, 你就像當日那樣跟Frankie走 不是的 我就不想再見到這個賤人Frankie 你怎麼回事 你臉皮挺厚的, 趕緊你也不邪 不是, 菀姐 你讓我進去拿一條小豆丁手巾 你再不走, 我叫我吃Kill 菀姐, 我真的不是有意要激怒你的 如果我真的令你這麼高興的話 我告訴你對不起好不好? 你先起來吧 菀姐, 我求求你換我那條小豆丁的手帕 我怕如果沒有那條手帕 我就真的沒有機會找到好好的 菀姐, 我告訴你 我沒有拿你的小豆丁的小手帕 好嗎?你的東西全都在這裡 可是我走過也沒用 媽, 你給她吧 她的手筋很重要 我現在拿她的手筋來把握嗎? 不是吧, 剛才是清潔大姐來的 會不會當垃圾扔掉了? 樂壽 今天要清潔大姐去哪裡了… 你們跟我來… 音樂, 怎麼整身都這麼臭呢? 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垃圾婆婆說已經倒垃圾了 所以找到垃圾站 那條小豆丁呢?找得到嗎? 我已經叫舅舅扣我幫忙了 媽, 那個電筒去哪裡了? 你找大哥、大嫂去找嗎? 有個家已經在魚裡躲了, 你真是… 媽, 那條小手筋 是人和他媽媽唯一可以相認的信物 就像我們那盒雪天使一樣 你沒理由不明白他的心情 其實他很可憐 小時候就在台灣的孤兒院長大 十八歲走的時候 那個院長才給他那條小手筋 上面印著那個雙喜樓 就是香港的一間茶樓 所以他們才覺得他媽媽很可能是香港人 雙喜樓拆了很久了 是呀, 他就是拿著這條小手筋 來到香港才發現這間酒樓拆了 不過他覺得他媽媽可能還在香港 所以多辛苦也好, 他都不走 留在這裡直到找到他媽媽為止 他搞那麼多事 可能你覺得他沒什麼找事搞 不過他就是因為自小失去家 所以才不想看到我們不開心 想幫我們 我真的很過分, 不僅不感激他 一番苦心 還不見了他媽媽給他那條小手筋 現在怎麼辦? 失去那條小手筋 他就沒機會再見他媽媽了 是呀 糟了, 難道要我承認他做契仔 才能夠補償? 舅父舅母在幫忙找 不過我們再在這裡談 可能要找到堆田區了 這樣吧, 我要和你們一起去找 好… 來 媽媽, 小豆釘, 太好了 上一邊 這邊不用找了 一看冷飯菜撿, 只剩下餐廳的垃圾 來, 這邊刺, 交給垃圾 來, 你給我 上一邊 見不見? 上一邊 上一邊 搞不出氣 上一邊… 來, 不找了 上一邊 誰刺我背部 垃圾小姐? 你這個臭小子, 我叫你找垃圾 不是玩垃圾, 認真點找吧 你只會用手指指 舊底指, 你這樣救火 死得人多了 上一邊… 爸爸, 知不知道媽媽為何這麼緊張? 我當然知道 因為最近看了越語場片 多說越麗燈上身 最近有越語場片播放嗎? 沒有 我還說媽媽以前有一個失散了的私生子 所以她如果懷疑是人仔, 就是… 人家這個死人頭 你們有沒有同情心的? 難得人仔這麼有孝義 來到香港千里尋親 我們幫人家也很應該 找吧 是呀 找到一點… 去那邊 快點出來 找到一點 阿鳳, 你去幫忙找吧 小刀底 他有這麼好心, 只是來看電影吧 不是呀, 媽媽找回小手指了 小刀底 怎麼找到的? 這樣 我扔人仔的東西出門的時候 不小心留在沙發上 又說被垃圾婆掃了 我說你有心報復人仔 特地要我們找到這麼辛苦 人仔, 對不起 我沒有心意把你的手指藏起來 最多… 最多這樣吧 我盡管你住到你找到我沒問題 才走 你又最多… 最多我做愛心飯給Miu吃的時候 我幫你做多一個 對呀, 回去洗澡吧 不用了 我在旁邊公車沖一沖就好了 我不想再麻煩你們了 開港友說好馬不吃回頭草 何況她那裡的草吃了背部骨落 人仔, 你這樣做是對的 現在這麼晚, 要人在哪裡下腳? 就是呀 就是來我來這裡 什麼? 人仔, 不用怕的 男人大丈夫, 都加不住就住西家 你來我們住, 我們不會催你走 我每晚住家飯沒吃 不用你熬飯口 這麼偉大? 為什麼你不承認她當契仔? 對呀, 承認不承認 人仔, 你怎麼看? 那以後我們再是一家人了 乾媽 乾爹 乾弟弟 乾弟弟 要記住兩個人 要記住兩個人 哪有勝負要分 事實大地沒有原因 不會歷塵 事實公佈沒有情感 不會越來越近 我倆是對愛人 亦愛發動戰爭 我倆是對愛人 你